第一个问题可以抄贷全额贷零元买房吗 其实我最常看到就是别人分享错误的观念 想要透过抄贷和全额贷来做到零元买房 那我只能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根本就是违法乱计 那我透过抄贷和全额贷来做到零元买房 那我只能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很多人都误以为代销给你的付款表上的贷款比例 就是最终你能带到的比例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此如果你是买房的人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资金准备 贷款办不下来 新买的房子违约 贷出来的头期款 上百万也要缴回去 这个事情呢还会被记录在连针里面 你的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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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受影响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安娜预防术 我一直以为台湾现在房价这么高 很多年轻人 干脆就直接躺平 但最近我发现比起六七年级的中壮年人 其实啊89年级对于买房是更积极的 就算不讲我自己实际遇到的粉丝 光是在社群平台上像PTTD卡 都可以看到年轻人在分享他们的买房经验 PET可能也没有那么年轻了 但像TREX或IG都可以看到好多的买房文 其手势都是先贴房屋买卖合约书 或者是签约中的照片 然后就开始写自己二十几岁买房的心路历程 我常常在那边看着看着就会觉得 哇是不是是我太废了 才会觉得买房其实很不容易 其实这一波年轻人纷纷下手买房 原因不外乎就是政府推出了新清安优惠 降低了购物的门槛 然后是股市创新高 许多人获利了结 真的是不知道把钱放在哪里 就把资金投向房地产 但是大家也因为轻松付款的方案 高估了自己的还款能力 让违约的风险大增 那违约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贷款办不下来 我也发现许多人对于房屋贷款其实是一知半解 所以呢 这一集我就要来解答一些关于贷款常见的问题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避免赔偿上百万的违约金 第一个问题可以抄贷全额贷零元买房吗 其实我最常看到就是别人分享错误的观念 想要透过抄贷和全额贷来做到零元买房 那我只能告诉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这根本就是违法乱计 那我就来讲一下最近听到的鬼故事 台湾中部有一个建案说明会 然后他的参与门槛很有趣 你要带50万的现金 还要没收手机等电子设备 然后过X光机扫描 是不是跟那个出国很像 还要再签一个保密协议才能进场 那他房子的卖法是这样子 一间房子的签约总价是1000万 银行贷款给你800万 实价登录也会是写1000万 但自备款的200万呢 之后会再退给你 让你实现零自备买房 而且因为实价登录是1000万嘛 你交五以后再用1000万卖掉 实际上你赚了200万 但是在政府看来 你是原价卖出去的 所以你没有获利 你还不用扣那45%的房地合一税 事实上这就是很久以前就存在的AB约 只是不一定会实际签1000万跟800万两份私约 而是透过别种方式 把200万自备款退还给你 退款的理由呢 当然就有各种巧利明目啊 像是常见的附带装潢啊 送家电设备 甚至是送名车 抽现金等等 我还看过更有创意的 就是他说 你如果燕屋三次没有过 或者是没有在约定的期限内交屋 建商就要赔偿给你200万违约金 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还很保护消费者的方式 但是其实这都是违法的 那详细的法条呢 就在旁边我就不赘述了 而且啊 超贷和全额贷款 还会增加个人还款压力和风险 一旦你没有按时的还款 违约金和信用损失 僵使的情况更加严重 再来问题是 头七款可不可以用信贷 或者是家人增贷来帮忙呢 其实我遇到蛮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在准备头七款的时候呢 因为自备不足 就会考虑通过信贷 或是家人增贷的方式来 帮忙他筹措资金 以前或许是可行 但现在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也不建议这么做 其实在去年6月15日起 央行的第5次信用管制 就严格的规范房屋增贷 跟信用贷款的资金用途 不得拿去购买房地产 你可能就会想啊 我跟银行借信贷要买车 结果跑去买房地产 政府管得到吗 但其实现在连针已经非常的透明 就看监管单位要不要查而已 那之前就遇过一个案例 它是这样 爸妈救房子增贷 跟银行说要整修房屋 去用儿子当人头 把这笔钱拿去当买房的头期款 儿子签约完要办银行贷款的时候呢 银行就觉得这个购物的资金来源 交代的含糊不轻 然后一查之后就发现这个资金啊 是来自父母征贷旧屋 于是就驳回小孩子的房贷申请 贷款办不下来 新买的房子违约 贷出来的头期款 上百万也要缴回去 那除了违约的钱要还回之外 这个事情呢 还会被记录在连针里面 你的信用评分就会大受影响 问题三 有了两成的头期款 就可以买房子了吗 很多人都以为 只需要准备两成的自备款就能买房 但事实上呢 就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除了自备款之外 你还有很多隐藏的费用需要提前准备 那这些费用呢 包含像是贷书费啊 相关的契税啊 仲介费 预收的社区管理费等等 这些费用通常都会占到房价的5%到10% 好举个例子 一套总价达1000万的新房子 除了你200万的头期款之外 你大概还需要准备50万到100万的额外费用 你不要以为这是废话 真的很多人会忽略这个隐藏费用 因为除了上述的税费之外 可别忘了 你还要准备家具啊 或者是装潢啊 现在的装潢一平成本大概是6到10万 你看像冷气 随便也要买个10万20万 家具跟家电就是看每个人的需求嘛 但总之这些都不包含在你的房贷内 第四个问题 预售物如果付款表写80%贷款的话 就一定能带到8成吗 很多人都误以为 代销给你的付款表上的贷款比例 就是最终你能带到的比例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贷款的额度呢 是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来决定的 而不仅仅是依赖于 你付款表上写多少就一定是多少 在以前预售物的付款表上面 其实写的比例大概都是贷款70% 因为建商希望在工程期间 能够多收回一点款项 降低他们营造资金的压力 也担心客户自备款不足而违约 但只要你的信用状况良好 最后银行可以依你的需求 让你贷款从7成拉高到8成甚至85成 不过最近建商为了降低购物的门槛 付款表上面写的贷款比例都会写到8成 甚至我还看过写到85成的 但这不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带到那个成数 买卖合约书都会约定 如果因为个人的因素 使得你的贷款成数不足 需要以现金来补足那个差额 不然就算是违约 不但会被解约 之前已经缴的款项 还都会被建商没收 因此如果你是买房的人 你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资金准备 以免在购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资金短缺的窘境 第五个问题 宽限期最高几年过了之后 可不可以再申请展延呢 目前呢 普通贷款宽限期通常是三年 那当然新庆安的优惠房贷 可以让你最高享有五年的宽限期 这是一个特例 为了是要帮助年轻人更轻松的跨出买房的第一步 有些人觉得三到五年很短 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很足够啦 至少比那个感情的命运期要长多了 老实说我也看过不少的情侣夫妇啊 买完房子之后没多久就分开 然后就来解约了 总之呢你要记得 三年和五年这个宽限期呢 是最高银行可以依照你个人状况给你的宽限期 那宽限期过后 通常是不能再升起展延的 不过呢 别担心你也可以考虑将贷款转到其他的银行 通常就是所谓的转贷 重新谈判你的贷款条件 那转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手续费 和需要重新评估的程序 不过呢 如果你可以谈到一个更优惠的条件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第六个问题 还款能力不够 没有办法带到我要的额度怎么办 当一个人的还款能力不足 以贷到需要的额度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 拉宝人进来增加贷款的额度 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你的宝人可以是你的配偶啊 父母或是其他亲近的家人 你拉宝人进来的功能呢 就是可以提高你贷款的成功率 并且增加你贷款的额度 但是这也意味着你的宝人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如果借款的人没办法按时的还款 你的宝人也需要去承担还款的责任 因此呢在选择宝人的时候 借款人跟宝人必须要充分的沟通 然后都要双方了解这种安排 会有什么责任跟风险 以上就是我对贷款实物常见的问题分享 那希望可以帮助到很多的网友 购买预售屋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因为真的在办理贷款的时候 那个时间你要等交屋 可能是两年到五年的期间 那这段期间呢 我建议大家要做好以下的准备 第一个当然是你要非常详细的去 规划你的财务状况 就好像每次粉丝买到房子跟我讲的时候 我都会说今天你回家应该就会开始算你的 每个个户头里有多少钱 然后证券户里面有多少钱 那再来就是你要维持好的信用记录 还有你要了解贷款的政策 所以呢多多看我的影片 或是把这一集存起来就是最好的方法 那再来就是也建议大家要多方的比较 比较不同银行的贷款利率跟还款期限 还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嘛 最后呢因为买房毕竟是一件大事 寻求专业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哪来专业意见呢 就是私讯我啦 总之呢你要避免任何会 向低自己信用分数的行为 以免未来贷款办不下来 通知违约 那希望呢今天这一集可以帮助大家 在购房的过程更好的理解贷款问题 然后实现自己的购房理想 就不用再躺平啦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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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